第一選擇一樣會是華人愛 華人愛 我叫怡君 然後這是我的第一胎 我叫吳克賢 我從來過來了 我在台灣差不多七年 過得很爽 過來以後我發現 這裡真的滿方便的 醫生隨時可以過來檢查你的包包 看有沒有什麼情況 所以我完全沒有後悔 來這裡是最棒的 他們跟醫院的配合度也比較高 然後加上護理師也比較多 還有地理位置也還不錯 加上最主要是也有停車場 這樣子先生他們還是要上班 那他有地方可以停車 然後去工作也比較方便 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應該是 教他怎麼為奶跟雞奶 他們可能會覺得很不舒服 很痛 所以有護理師過來幫忙的話 真的很讓我放心 然後洗澡的部分 我真的以前不知道怎麼做 然後來這裡我學了滿多的 一開始我們上來是真的很難受 其實也不只上來 就是各方面傷口啦 還有什麼子宮歸位啊 公縮那一些 其實我們自己真的也不知道 該怎麼緩解怎麼辦 但是24小時 不管是早上或者是甚至大半夜 你只要打電話下去 都會有人員上來協助你 就會讓你放心很多 我記得我那時候參加的課程 就是如何安撫寶寶 這一部分就真的滿有用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照顧寶寶的時候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哭 然後哭了之後更是手忙腳亂 然後我們就想說寶寶可能 除了餓了之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哭 後來才知道 可能有時候是一些安全感的問題 也不是說只有餓 所以在知識上面是真的有學到滿多 因為我會很緊張 所以我的肩膀會很緊 他叫我拿一個月亮枕頭 枕頭 放在這裡 然後這樣子 喔 喔 鬆了 真的就鬆快 我告訴你 就看他們很耐心 他們不管小孩在睡覺大哭亂鬧 都很耐心 所以我覺得 嗯 我真的很尊重 副理師 因為我 我自己也沒有那麼耐心 我覺得媽媽教室是一定有所幫助的 可以自己挑選主題 然後時間到了就自己進去教室這樣子 然後接駁車的服務我覺得 當然也是真的很棒 因為你到醫院 不管你要去看小孩 要回診幹嘛的 那有一個專車接送你過去 就是真的非常的方便 而且也安全 然後你只要其實打一通電話 就都解決了 還有寶寶照顧的方面 其實也是打一通 很多都是打電話可以解決的事情 媽媽其實在房間裡面也不用移動太多 然後也可以真的好好的休息 對 對 比較少緊張點是因為 護理師有先說 喔回家之後還是會打電話來關心 然後有什麼問題隨時可以問 就是至少你回去之後 不是馬上就那麼的無助 你還是有一些緩衝的時間 然後還是有專業的人可以詢問 就會放心很多 然後在這邊學到的知識啊 或者是有任何的疑問 其實我想到就問 想到都問 然後他們也都很熱心的回答 所以其實是沒什麼問題 就算真的有問題 還是可以問一下月子中心的人 尋求幫助 所以真的可以不用太緊張 我有信心回家當媽咪 我有自信做一個好爸爸 好 好 好